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这个女人太奇怪 刚刚和纠缠了八年的前任分手 马上便伪装成妹妹的身份 与另一位男友见面 昨日,恩好和前任贤无即将旧情复燃 恢复关系 二人本打算外出吃烤肉 可恩好衣服还没换好 贤无便又匆忙离开 车上,贤无出神地看着面前的珍珠项链 记忆也被拉直多年以前 小时候,母亲离开了贤无 走前,母亲将自己的项链交给儿子 让儿子往后如果思念自己 便看看项链 并嘱咐儿子要做一个所有人都认识的人 母亲走后 贤无和有毒瘾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那时,父亲常叫贤无帮自己跑腿还债 同时,隔壁家有对兄妹智温和阿金 兄妹俩和贤无的遭遇类似 也有个糟糕的毒鬼父亲 某天,贤无和兄妹俩一起替各自的父亲去还债 债主是个开赌场的老阿姨 老阿姨数钱后发现 该还给自己的钱少了一万块 这一万块是被兄妹俩的父亲拿去买酒喝了 但在老阿姨面前 年纪较长的贤无担下了责任 谎称是自己不慎将一万块弄丢 老阿姨却不信 认定是三个孩子私吞了钱 教训了贤无 贤无没有还手 可眼神却异常的倔强 或许是因为这份眼神 老阿姨暂时没再追究 后来的日子里 贤无一边读书 一边打工 每个月仍然要替父亲跑腿 给老阿姨还钱 直到某天 家里起了火灾 父亲在大火中去世 贤无也因此成了孤儿 那时贤无本打算住进孤儿院 可老阿姨却不罢休 拦住贤无的去路 依旧要他替父亲还钱 贤无承诺 等到自己成年后 定会一分不少的还钱 或许仍然是贤无的这份倔强 老阿姨文言静表示 贤无父子的债 自己就全当还清了 但他有个条件 那便是让贤无住进自己家 而不是去孤儿院 只要贤无住进来 老阿姨承诺 自己会像其他家长一样 对他好 为他支付血费 生活费等等 当然作为交换 老阿姨称 等到自己年老体弱 贤无便要懂得知恩图报 要给自己养老 除了老阿姨自己 负责养育贤无的 还有另外四个阿姨 以及一位满身风情的 酒吧老板娘姐姐 一共六个人 待六人年迈 贤无都要报恩 贤无答应 于是从此住进阿姨们 开设了赌场 此外 隔壁兄妹俩的父亲 丢下孩子跑了 老阿姨受不到钱 贤无拜托老阿姨 给兄妹俩一日三餐 并承诺 待自己长大后 会将兄妹俩父亲 欠的债一并还上 老阿姨被说服 从此收留了贤无 及隔壁质温 阿京兄妹 随着时间逝去 贤无和兄妹俩 与阿姨们 逐渐成为家人 家里也白满几人 横跨将近二十年的 无数张照片 渐渐的 老阿姨们 日渐年迈 老去成为贤无口中的奶奶 曾经风情的 酒吧老板娘姐姐 也不再年轻 一日其中一位奶奶去世 葬礼上 姐姐问贤无 打算何时结婚 这可是奶奶们 多年来的期盼 贤无却面色悲伤 认为没有哪个女人 愿意嫁给这样的自己 按照当初的约定 现在的她 该照顾几位年迈的奶奶 这是承诺 是还债 可对另一半而言 这是压力 是不必要的重负 姐姐却一眼看穿 贤无的心思 事实上 贤无并非所谓的 不婚主义者 只是她爱上的那个女生 不适合这里的生活 那时 贤无正和恩豪热恋 一次 贤无不小心弄丢母亲 当年留下的珍珠项链 不久后 恩豪帮男友买到了一串 一模一样的 贤无太喜欢这样的女友 恩豪要将项链 挂在贤无的车上 好让男友每天都能看到 贤无却嫌爱是 嬉笑着取下 而现在 自从与恩豪分手后 这枚代表着 两人甜蜜回忆的珍珠项链 贤无每天每刻都挂在车上 看着这枚项链 意识到自己对恩豪 于情未了 贤无匆忙下车 冒着大雨回到恩豪家 暗示恩豪继续偶尔生病 继续与自己 在不结婚的前提下 保持恋爱关系 然而 对贤无失望的恩豪 果断拒绝了前任 面对这样的结局 贤无一脸悲伤 将车内的项链一把摘下 直到现在 他才恍然 自己有多么爱恩豪 接着 贤无急匆匆赶去医院 医院里 其中一位奶奶摔倒受了伤 贤无的心中百感交集 如果当初没有立下 对奶奶们的承诺 如果过去那些糟糕的事 都没有发生 自己与恩豪之间 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 爱情波澜不定的同时 新闻局定下了 九点当新闻的主播 不是此前谣传被内定的贤无 而是看似 大大咧咧的笨蛋同事 与贤无交好的组长 希望局长收回成命 盖利贤无做九点当新闻主播 怎料局长竟透露称 是贤无自己说 不想要这个位子的 而且是为了恩豪 前段时间 恩豪的新闻主播位子 遭到心机后辈的威胁 为了恩豪 贤无找上局长 希望说服局长保留恩豪的位置 局长开出条件 除非贤无放弃 九点当新闻主播的位子 不想贤无毫不犹豫 竟张口答应 只要能保全恩豪 九点当新闻 他甘愿退出 此刻 组长将此事告诉给恩豪 恩豪立刻冲到贤无的办公室质问 问贤无为何要可怜自己这位前女友 恩豪比谁都明白 九点当新闻 是贤无心心念念的梦想 痛斥贤无一顿后 恩豪躲在电梯哭了出来 他很清楚 自己说的话越是绝情 越意味着从未忘记贤无 几年前恋爱时 恩豪曾追问贤无 为何要选择与自己交往 当时在所有人看来 恩豪这位岌岌无名 又缺心眼的女主播 根本陪不上贤无 那时贤无嘴上没有回答 却将答案发在了短信中 很简单 因为他爱恩豪 看着这条短信 恩豪顿时想开了花 另一边 隔壁新闻局里传出大八卦 有狗仔拍到周妍与阿妍 深夜在酒店密会的照片 阿妍向上集解释 根本不是约会 那晚自己只是和周妍一起在房间里喝酒 对于这段莫虚有的桃色绯闻 周妍亲口向阿妍道歉 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对方 阿妍却个性单纯 一边拿周妍的手帕 哭哭啼啼 醒鼻涕 一边在意的照片里 把自己给拍丑了 对周妍而言 唯一关心的只有惠丽 然而连续好些天 惠丽都没有来停车场上班 周妍的心中满是失落 刺着想到自己与贤无的现状 恩豪略作犹豫后 将此前周妍妈送的绳边戒指 重新戴上 清晨 恩豪骑车穿行在林荫道上 表情轻松之余 仿佛透着淡淡的忧伤 片刻后 周妍驱车来到停车场 却见惠丽就在不远处 恩豪转身 回头 与周妍四目相对 再露出属于惠丽的笑容 走到周妍面前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